germany 他們標榜的一個違建的話 會跟你們公司纏見一個衝突吧 我覺得不會有什麼衝突之一 因為這本來是一種 是一種環境的觀察 然後是一種學術的一種研究 那我們身處的就是這樣的一個環境 那反而是建設公司更應該 或者像我們以建設公司為背景的這樣的一個基金會 更應該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去了解到環境的現狀 以及未來可以改善的各種可能性 所以這種是一種非常必要的 那由建設公司來做這樣的一個事情 那它更能夠對於未來如何來運用 或如何來改善這樣的一個狀況 它可以有直接的這樣的一個貢獻在 這個展覽的整個開始的構想 其實是對於現代城市的發展 從這部分開始發展 那其中一個原因是在思考 亞洲的當代城市現在的城市到底是定位是什麼 那這個整個二世紀亞洲城市 其實是一直在模仿西方城市 那模仿到大概到80、90年代 日本有一些建設是像如原意姓、總本有情 他們開始思考說東京 它是不是本來就是會跟紐約不一樣 這種反省才出現 我覺得台灣現在也差不多到這個階段 就開始要自己看這個城市 然後看這個城市的主要的原因就是不要把自己跟別人不一樣的東西 就認為是不好的 趕快隱藏然後去模仿別人 這是很大的問題 所以其實第一個是要開始看清楚自己到底是怎麼樣一個城市 我們的具有什麼跟別人的差異點 這差異點為什麼出現?它的意義是什麼? 所以這個違章建築展也是從這個角度來思考 全世界大部分人都出違章了 因為都市人口大概全世界大概30% 城市以外的當然除了所謂的先進的國家以外 也都沒有沒有管理沒有任何的管理建築管理 在都市裡頭 大家對都市裡頭的房子也都不滿意啊 也都在蓋維章了 但是我一直相信就是說 這個歷史的發展總會是有小學物有權 我們走的是影學中教書 但它影學不意味著不存在 實際上你走出城市 遍地都是影學的活動 只不過它不在我們主流的那個心中心中而已 是吧 所以這點上你自信一定會有 因為你看到有那樣的那麼多的存在 其實它在那裡 那麼我們只是按照這樣一個路式去做 具體的實際上我覺得就是一個 我稱之為叫做以智聖之的過程 以智慧來戰勝體制的過程 戰勝一切規章之徒的過程 戰勝一切習慣的陋習的過程 用正規軍的宿主打力去戰勝 其實我幹的就是一個事情 我看過你 會不會吧 比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